这第五份设计专例马上完工了 赵云 你被解雇了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被解雇了 郑冰婷 你耍我 明明说好了三个月 我做出五份专例方案 就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我 现在第五份马上就做好了 你说我没解雇吗 不好意思啊 崔士安 崔师傅比你更正 崔士安 他都一把年纪了 我 我才三十岁啊 我还是中科毕业博士呢 赵云 别纠缠了 去财务部领工资吧 这回天 说三八 等老子发达了 老子第一个征服你 你给我等着 等等 这个 应该是公司的财务吧 你不能带走 这是我母亲给我的遗物 给我 你给我 小狼 快放开 不要 这是灵堂 昆君已死 圣哥大杰 都是我崔家的天下 你怕什么 子乡 瞧吧 你能的 我哪有贵妃娘娘有女的 都能把皇帝给死 不过你会告诉我 讨厌 怎么 娘的肩负硬负 敢给老子的绿帽子 人家 有人来了 这死心 你让我们先走 贵妃姐姐这么晚了 怎么还在灵堂 你拿的正好 今晚就有你为皇上求你 你们都先下去吧 我有话 要跟皇上单独说说 皇上 你怎么那么早就下去了 连个子嗣都没有留下 你可知道 这点天也不散的日子 召集了所有的官员 明天已走 这天下之处 我就要尽醉了 皇上 醉贼 你敢谋权撞飞 郑总 皇上你在说什么 朕 朕总是谁啊 皇上 你个臭三八 居然成了朕的妃子 皇上 你的天下都要衣嘱了 你怎么还有心情 来辱骂臣妃 对了 你说崔老贼 威逼六部官员 同意他篡位 是真的吗 真的 崔老贼 就是为了这件事 还谋杀了三个官员 没想到 我居然穿越了 还成了一代暴君 爽 爱妃 别怕 朕活了 朕不是鬼 朕还没用力 你叫什么呀 朕姐 朕姐隔不上忧伤 是谁打的 皇上 您不能再这样认为胜歌了 否则朝政都被催成下法师 谁让你 妄议朝政的啊 皇上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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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元祖这个傻逼的 皇上 皇上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皇上 干嘛 朕说要征服你就征服你 不过 这眼下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找崔老贼算账 崔贼 我刘明绝不会驱辱在你的淫威之下 不知死活的东西 大家都是同僚 不要冲动 伤了和气 多不好 爹 儿子 对朋友 暂时和颜悦色 对敌人 郑远外 你呢 是否支持我父亲兄弟 这 最后 你莫要欺人太甚 我就欺负你 你又能如何 郑远 我最后一次问你 到底知不支持我父亲成帝 我说到三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就杀了你儿子 不要 一 二 三 郑远兄 这个是你爹杀的 做鬼去吧 不 隋同龄好大的威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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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好多 我好害怕 怕个猫 这可是暴君 狗 贼 你刚才说什么 你父亲要篡位 你 你是人是鬼 我们这群乱臣贼子都盼着朕死 可惜阎王爷不收着 朕就活过来 皇上横扶齐天 啊 天佑我大钱哪 对 雷丞相 你不失了刀吗 贵阵干什么 臣不敢 那这是什么 臣 臣 臣刚才是在审问 对对对 是 臣等刚才是在审问犯人 因为臣发现 皇上的死因 并非得了花柳病 而是有人下了毒 娘的穿越前崔山抢我位置 穿越后变成了奸臣 这老东西真是坏在骨子里了 你说审问就在审问 朕刚才亲耳听见 你儿子让你当皇帝 皇上 你肯定是听错了 陈灯 你怎么敢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你不信 你永远终于成功 皇上 崔腾相和崔统领 刚才确实在审问 谋坏皇上的罪魁祸首 众元庆 朕问你 崔家父子为何杀人 别怕 朕给你撑腰 臣 刚才什么都没听到 死我包 不怪你们什么原因 杀害朝廷命官必须严惩 来人 把崔炎给我拖出去砍了 皇上不要啊 你当朕的话是耳旁风吗 信不信朕把你一块砍了 皇上 皇上三思皇上 父亲 父亲救我 谁敢忤逆朕 一命砍了 不怕死了 就给朕占出来 皇上 臣有要事急奏 说 还是请 张尚书来说吧 啊 皇上 刚创业过来就遇到了起义 难道老子皇位不保了 不行 朱爱卿 谁敢带兵凭乱 一帮白痴朝廷俘虏的烦恼 皇上 臣替全子崔浩请战 有骁勇善大的崔统领兵 绝对能够齐开得胜 崔浩是将死之人 不准待兵 皇上 请给全子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吧 不准 再敢逼迷 朕管你快砍了 还有人想带兵吗 皇上 军情紧急 当务不得 臣敬皇上派崔东霖领兵出征 混账 就算是王国 朕也不让崔浩带兵 崔浩这个方法 敢睡老子嫔妃 老子一定要他死 拿酒来 不必该死 请陛下饶命 朕又不杀你 慌什么 退下吧 谢皇上 皇上 贵妃姐姐身病了 臣妾今晚来侍候皇上 爱妃 你来了 爱妃为何惧怕这 皇上喜怒无常 喜 喜欢打发臣妾 这个好办呀 只要爱妃打扮成郑总 朕 以后绝对不会再打你 皇上此言当真 君多喜 不不皇上 这 郑总是谁啊 这个 大夫你就知道了 来人 带 前妃去更衣 皇上 这究竟是什么衣服啊 臣妾真是见所未欠 真是和前世的郑总长得一模一样啊 可惜少了双高跟鞋 爱妃 今晚 你就是郑总 朕 要征服你 一周暴乱 皇上不去处理朝鎮 把时间都花在风月上 真的好 那满朝的奸臣 连个带兵打仗的人都没 这也是没辙啊 若实在找不到人 臣妾的兄长 或许可以试试 你说郑元倩 最后差点砍了他的脑袋 让他说句实话他都不敢 朕就没见过那么怂的人 兄长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若皇上信得过臣妾 臣妾愿意去游说兄长 让兄长带兵去玉州评论 你说 郑元倩有那个胆子 兄长有 好 艾菲 真是帮朕解决了大麻烦 替皇上分忧 此事臣妾的愤怒之事 现在 没有烦恼 朕 要征服你 皇上 这传绝过来 朕一定要把前世的旧长算清楚 艾菲 臣妾 你 黄 我说吃饭 哥哥 你就清皇上的吧 延青啊 你五颗壮远出身 并听说 你能领兵打仗 是真的吗 延青啊 这个 可是宫中御厨的绝活 外面可尝不到 尝尝 哥哥 皇上一份好意 你就尝尝吧 嗯 这满朝文武 确实奸臣 并听说你的领兵打仗 你是骗朕的了 臣妾不敢骗皇上 哥哥绝对有领兵打仗的本事 就怕一个废物怂包 朕信他 不信狗 困军 你嗜血散报 才记成姓 我郑元庆顶天立地 行什么给你这种狗皇帝没命 哥哥 罗马皇上 可是死罪 哎呀 不敢就是不敢 朕又不丢人 臣有何不敢 还有 臣不是背部松袍 那你敢接圣旨吗 你敢接朕就信 接就接 几品跳起大将军 皇上 郑元庆 陈在 欲收平乱 若不胜 踢头来剑 若不胜 臣 以死谢罪 昊儿 只要你这次顺利收封 领兵平乱 就能转位为安了 福建 这是李贵妃的心 狗皇帝 可能发现我跟李贵妃死的吗 他是怎么知道的 那天在灵堂上 水狼 你都以为你快放开 然后 糊涂啊 你 崔浩 我在 我就是 那 在干嘛 圣上口谕 崔浩 虐杀朝廷命关 罪大恶机 随后潜逃回家 躲避行刑 令颖卫 账泽二百 打入死牢 择日 秋后文斩 来人 慢 老封乃当朝宰相 谁敢杜我儿子 皇上口谕 阻拦者 暗无逆当论 崔正相 您听清了吗 拿下 好好好 我昏君 你还死老父的儿子 老父要你偿命 朕 已经封郑元庆为票棋大将军 去玉州平乱 你们兵部和户部 必须做好后援 这前两兵器都得跟上 诸位成功 都起来吧 龙椅上的人不是皇上 而是个冒牌货 吹狗贼 你瞎辟辟什么呢 冒牌货 你假扮皇上这么久 今天就是你的子鸡 狗皇帝 你看看这个人是谁 你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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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牌货 装得还挺像 可惜了 假的就是假 朕现在回来 真要逐你救走 哼 来人 把这胆敢冒充 皇帝的贼人拿下 慢 我错 世上真有这么像的人 别慌 千万别慌 我堂堂穿越着 有完整的远程记忆 会派你这个山寨板 崔老贼 你好大的勾胆 既然找人冒充这 真 才是真的 他娘呢 这山寨板还挺有气势的 崔神 你挺勇啊 不过 朕都半年没出宫了 你随便找个相似之人冒充这 你是老财吗 你也说了 半年没出过宫 那之前呢 诸位可曾记得 刚入春时 皇上曾出宫为列 嗯 下官记得 当时是你贵妃想要一件球皮场衣 皇上不顾我等反对 去北郊打孽 就是在北郊 年轻人 还在北郊 那可以 句话 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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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就是这个逆贼谋害皇上 却穿上了皇上的衣袍 回到宫里 成了九五至尊 万幸天佑我大前 皇上被好心人所救 可是伤势太重 现在才得以痊愈 诸位可以请看 这就是贼人谋害皇上的证据 都半年多了 伤势还没好 这吓得我忒狠了 现在白口莫变了 来人 将这个谋害皇上的贼人拿下 我看谁敢造势 杀了他 有我在 谁敢伤害皇上一根汗毛 嘿嘿 好 票棋将军牛逼 老子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啊 竟然找个冒牌货来逼宫 本相说的是真的 你说朕被调包了 崔丞相 你可曾亲眼所见 本相要是亲眼在场 又岂能让你这个逆贼得逞 那你有人证吗 朕 就是人证 自己给自己当人证 算个屁人证 哼 皇上莫及 你不就是要证据吗 我们给你就是 有请李贵妃 臣妾见过皇上 这怎么还有一个皇上 娘娘 这位才是真的皇上 龙椅上的是个假冒 怎么会 娘娘宠冠后宫 也是最了解皇上龙体的 娘娘可否说出一个皇上龙体的特征来 好让这个逆贼死了底烂极 皇上天皇贵胄 夫白武侠 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 只是胸前有一块拇指盖大小的暗红胎记 在宫中 伺候过皇上沐浴的人都知道 好 咱们就验证这块胎记 问许皇上宽宜 哼 有胎记正好摩执嘎大小 这是生的皇上 逆贼 现在该轮到你脱衣自证 逆贼 现在该轮到你脱衣自证 皇上 太医说 你身上的伤 我多半是要留瓜了 我也要说过 最喜欢朕毫无瑕疵的问题 这要是留下巴哈 起飞远会儿性的问题 不然皇上向女子帮 在商小提个花店 够奴才 关于说什么 朕乃九五之尊 岂能搞那些富人之道的东西 关上去 又是帆帮进贡的文秀工具 朕就能把这块丑陋的巴 折住了 援助这个傻鸟 居然让文森将胎记覆盖了 卧槽 没有胎记 这真货都要变假货了 义贼 赶紧推自证 别慌 千万别慌 刚当上皇帝没几天 这皇位老子一定要保住 张上叔 你急什么 我看你是害怕 那朕乃九五之尊 岂能向他 轻易脱衣给人看东西 朕要先 检验检验 是个冒牌货的台阶 我看你要拖延到什么时候 皇上 你就把衣服脱下来 给别人看一下嘛 咱们真金 不怕火烧 这狗女人真的两百年 海妃 你认错人了 朕才是你的夫君 皇上 不要怪罪臣妾 这不是有意的 闹了这么久 朕也罚了 这个冒牌货 现在都不敢说 真假已见 院前为何在 把他给我拿起 车列于是已尽效尤 看谁还敢冒充这 我慢着 将密费给我拖出去 我看谁敢 皇上还有话要说 谁也不准上前 冒牌货 你这身上一股什么味儿啊 朕身上什么味儿啊 男神味 皇上是世上最厉害的男人 岂容你质疑 朕看不然 你身上这股味儿 如果朕没闻错的话 是尿骚的 大概是朕入侧的时候 尿在衣服上 你贼 你胸想拖延时间 住嘴 我从上把话说完 朕 自小在宫中长大 闻过各种的薰香 却远比不过一种臭物 那就是 太监身上 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尿骚文 当下手术条件有限 哪怕负责阉割的刀匠 手艺再高超 这术后也会影响 很多太监都存在尿当的行为 这活又多 来不及及时沐浴 常年累月 身上 就会有一股 连香包都盖不住的臭味 来人 来人 狗鸡跳墙了 狗奴才 好大的勾胆 敢冒充阵 嗯 瘟死 他真是个太监 看你这疤 有个七八年了吧 死烟狗 还不从事招来 是谁派你冒充阵的 啊 啊 啊 小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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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贼大杆冒充皇上 罪有阴德 死有余辜 还没死 啊 主谋呢 是臣鲁莽了 一心致想的为皇上出气 这满朝文武都对皇上忠心耿耿 应该没人会串通吧 啊 皇上 崔太乡算了鲁莽 但初心是好的 是啊皇上 臣刚才观察这贼子目露凶光 似乎要得要皇上不利 对对对 臣也看见了 臣是一心都想为着皇上的 这帮欺君的乱臣贼子 若臣非要追责呢 皇上如果实在要怪臣 那就华臣吧 虽说行不上大夫 又事出有因 但臣的确是惊扰了圣家 臣 请求闭门死过一个月 不肯 大军马上就要开拔平乱 不能没有相爷运筹为物 就发你闭门一个月 皇上不可 皇上 皇上 昏君 你以为把老夫调离朝堂 你就能大展拳脚失围了 等着敲 这一帮乱臣贼子 皇上息怒 都是臣没用 不 元庆 你做得对 朕刚封你做了功 你现在出面相争 反而给了那把你贼撕咬你的机会 你记住啊 不止今天 以后朕的事你别参合啊 专心准备平乱的事 皇上 要不臣派人去查一查 那太监出自宫廷 或许能揪住隋老贼的挥舞 催贼老奸巨华 恐怕早已消火了所有证据 皇上 护舞伤手求见 他来干什么 来 魏晨参加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 行了 直接说来干什么 皇上 您吩咐魏晨 为评判大军筹措钱粮 可是国库一平如洗 别说十万大军的钱粮 就是千传队伍的钱粮 也重做不到了 情况这么严重吗 皇上请看 每一笔账目 护舞都有记录 就没办法考到银子了吗 魏晨无能 你身为护补尚书 却弄不来银子 这要你有何用啊 皇上 若有人能弄来银子 魏晨愿意退魏晨协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可千万别后悔 魏晨不敢违抗皇秘 皇上 又出什么事了 承国公主进宫啊 承国公主 皇上 您忘了我 十五日之前 承国皇上下了皇叔 约定今日比试 若我国输了 就把徐州 割让你成功 混账 陛下总算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前国人输不起 宁愿杀死你们一国之军 也要赖掉今天这场比试 放心 就算朕真的驾崩 我们大前照样会应战 那就好 为了避免有人说闲话 说我大臣去年比诗 赢了你的扬州 今年又顾忌重诗赢你的徐州 这样吧 今年我们换个花样 对对子 如何 分明是怕大前输过一次 提前做了准备 却把话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对对子 就对对子 大前人听好了 本公主这上帘是 天上口天下口 志在吞吾 慢 怎么 陛下这就要认输啊 输 正是想让你好好出对子 等会输了可别反悔 陛下就这么有底气能赢我 你们成国立国百年 就出这么个对子 还好意思谈文化抵御 陛下既然这么有底气 怎么去年 还输了扬州 人家 是正故意让人 真以为你们有多厉害啊 在我看来 你们成国的学士 不过是一群酒囊饭带话 你 公主 莫要与她多做口舌之争 浪费时间 我说呢 原来是在拖延时间 爸 本公主看你们前夫人 这么没文化的份上 这样 我给你们扮重箱的时间 来想下旅 等一天 你做个汉林大学士 你来对吧 这上原是在太阳 别说扮重箱 就是实柱箱 只能对不上我 别好 这破对子有这么难吗 北地学子奉实干 请诗词歌赋 这时间一长 差的揪得多了 要不请崔丞相出事 崔丞相可是我们前国诗仙 诗词造语最高 肯定能对得出这雕宗队 哼 原来是想把崔老贼从家里挠出来 陛下 要是实在对不出 就认输吧 不就是徐州吗 放心 我大臣今年 这一年 必不会趁人之威 过江攻打监国的 去叫崔丞相过来 这帮陈国人来者不善 必然准备了狠招 朕倒要看看 崔老贼能不能赢下密室 下年 微臣来迟 皇上恕罪 人早就来了 这帮阳奉阴违的乱臣贼子 崔丞相 贼贼子 雕虫小记 就想战往徐州 做梦 听好了 老夫的下令是 仁忠王 仁鞭王 仁鞭王 意图全任 相爷不愧是我们前国师先啊 厉害 相爷厉害 这老贼确实有话说的 本公主就是小事牛刀 各位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前国人听好了 本公主这第二连事 等等 陛下又有何事 这赌注还没定 不是以徐州做赌注了吗 这是我大前的赌注 你们陈国的赌注呢 我大臣绝不会输 难道你们陈国没有赌注啊 你们陈国想白嫖不成吗 陛下想要什么 你是一个公主 太贵重的东西你也做不了主 朕不为难你 假如你们陈国输了 你陈国三公主下嫁给朕当小妾 不可 不可 公主乃是我陈国 敌出公主 身份尊贵 怎能为他人做小 哼 朕 来堂堂一国天子 还会委屈你大臣的公主不成 还是说 你个怕 赌就赌 大臣不会输 本公主更不会输 公主好气 那是 我大臣的一条狗 都比你们前国人的鼓劣硬 公主 刘肖默 本公主心中有数 这嫁公主总得有嫁妆吧 这健康 距此好几千里太远 公主的嫁妆 就用洛阳城陈国的商铺来凑复 好 就这么说定了 现在 总可以继续比试了 公主请出庭 陛下听好吧 本公主的上林是 烟锁 石塘岭 这 难道就是传说当中的 五行对联 好奸诈的陈国人 你们竟然用千古绝对来比试 虽是千古绝对 可这出对子的人 乃是我大臣子 有本事 你们前国人 也拿出千古绝对来对啊 陈璇 叫你呢 对他 这陈 陈还没想出下令 不是吧 你可是大臣的诗仙啊 张云天说你能对出来 朕才让你出谱的 你现在告诉我 你对不出来 陈 愧对黄恩 非 坏 皇上 烟锁石塘岭 还千古绝对 相约对不上来 非战是过案 你们前国人到底能不能对啊 不能对 就赶紧认输 主位爱卿 可有下令啊 可有下令啊 我就说我大臣不会输吧 现在 徐周是我大臣的了 慢着 陛下又有什么事儿 区区一个五行连有何难 区区五行连 陛下好大的口气 也不怕大话说得太多 闪舌头 公主听好了 朕的下令是 柳然锦将军 好公正啊 一镜也相辅 这千古绝对 竟然被皇上对出来了 怎么可能 一个草包昏君 怎么可能对得出千古绝对 本公主不信 你肯定是懵的 公主 你还有一次出题的机会哦 公主别急 她肯定是瞎懵的 我们继续出题 对 我就不信 这昏君还能问对第二次 本公主这第三连是 画上荷花 和上画 啊 又是千古绝对 我大臣文学底蕴深厚 千古绝对多如牛毛 接吧 崔神 这一次 你总能对出来了吗 臣 惭愧 你们呢 臣都不能 臣是一群废 一个五星连 更把你们男的 听陛下的意思 陛下对得出来 来 公主听好了 朕的下铃是 书林汉帖 汉林书 又被你对上了 这怎么可能 你们陈国的三道题已经出完了 现在该朕出题了 公主听好了 朕的第一道题 望江楼 望江流 望江流 望江楼上 望江流 江楼千古 江流千古 江流千古 你们对啊 对啊 对啊 不可能 这个草包冠军 怎么能写出如此艰苦绝对 这个太长公主不好对 那这换个胆子 寂寞寒窗 空手寡 老子堂堂现代穿越人世 五千年文化底蕴 会叛你个黄芒丫头 三公主 三罪两胜 你们陈国 我 输了 本公主告诉你 我之所以跟你成婚 只是不想有人说我大臣输不起 你要是敢动公主一根手指头 我就让父皇派兵 大凭你们签国 谁说真要碰你了 你虽有几分姿色 可朕是九五至尊 后宫家里三千 什么美人没见过 我实话告诉你 朕娶你 就是为了错一下成国的契义 当真 一个月 你乖乖栽在大前宫里一个月 朕就放你走 你当真会放本公主回成国 一个月还拿不下你 老子不是白传约 哎呀 嗯 哎 哎 这婚君 难道真对本公主不感兴趣 怎么可能 本公主可是大臣第一美人 大梦谁先绝 平生我 那婚君竟然真的没办本公主 还有她刚才随口引的诗 虽然只有半句 细品之下 要是有几分曲织 她莫非还会写诗 太阳初初光赫赫 千山万水如火发 一轮请客上天渠 竹退群星竹残月 是婚君 她还想你统天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外里雪飘往长城内外围鱼芒大河上下顿势毫涛 三五铭蛇 雲齿辣相 玉宇天弓 是 狗 皇上 您的剑法又精进了 事情办妥了 性不如命 收获如何 破风 谈上来吧 这陈国人也太不及时了 经常输给个草包皇军 他虽是草包 却对出了千年绝对 反倒是老夫 丢人呐 陈国人故意刁难 不是向你的错 说来 那皇军这几天似乎有些不对劲 二位大人 别再考虑斗士会的事情了 郑元庆 已经从陈国商的手里 搜刮了大两钱粮 黄金就有十万两 恐怕评判大军的钱粮 已经凑齐了 郑元庆岂不是要点瓶开爬了 崔同你怎么办 这还不简单 让陈国人去攻你闹 老夫要叫他白马火一场 公主吃完这顿饭就可以回花仁宫了 为何让本公主住花仁宫 云响一场花响龙 春风伏剑路滑龙 若非群遇山头剑 会向摇台跃下 你是在夸本公主 美貌漂亮的 公主 陈国第一美人的名头 朕可是如雷贯耳 你之前可是说本公主 相貌平平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挽缘 他这是 是你会表白吗 皇上 不好了 陈国人居中闹事 仍然这要给梁妃娘娘 套回公道 你闹什么 还嫌本公主被货下架 给天空进不过丢脸 公主 陈能是担心您被全国人欺负 从小到大谁敢欺负 吃了重心抱死胆子 陈清文 全国皇帝想要吞并公主嫁妆 用来评问 你们从哪儿听来的这无机之谈 这街上现在都在传 全国国库空虚 连出品评办的银子都拉不出来 这才设计强娶公主 侵吞嫁妆 一派不严 自己看看这是 这是你的嫁妆 黄金十万两 白银三百万两 还有股玩手势 都是陈国商户孝敬你的 点点吧 你给本公主看这些做什么 这是你的嫁妆啊 一个月后你走时 可以一块带走 对了 还有一些粮食不方便运输 到时候 整折成银子给你 每一块金笔都记录在侧 更何况 护房钥匙也在本公主手里 没有本公主的允许 谁也夺不走一分一行 这 这前国皇帝竟然嫁妆 都给了公主 本公主的话还能有假 竟给本公主的人 滚 听话 那皇军既不要本公主的身子 也不妥嫁妆 难道娶本公主 真的只为杀成国的威风 皇上这要把嫁妆还给梁飞 这加起来上百万两白银 朕还给陈国 喂饱了陈国来打大钱吗 可是 库房钥匙您都给梁飞了呀 要么说你小子是个直男没对象 朕收服了他 让他和朕一条心 不就成了 艾菲 写什么呢 这么专心啊 朕来了都没听见吗 没写什么 让我瞧瞧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晚 这不是朕今早上随口赢的两句诗吗 你会写诗 本公主不信 艾菲 想不想看张首诗 你有权诗 严谋 锦色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丝华年 沧海月明朱有泪 蓝天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往人好诗 这算什么 朕还有更厉害的呢 那陛下 你快写 这夜深了 艾菲也该休息了 陛下 本公主还不哭 这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有损艾菲名声 昨晚都睡一张床上了 本公主哪还有什么名声 那朕想喝点酒 这作诗和美酒更为 君不见 高唐鸣锦飞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许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是今尊 恐非不愿 好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觉 但愿人生久 千里共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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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晴天 不知天上共 不知 惊喜 适合你 不知惊喜 适合你 你这个混蛋 一天就装疯 欺负本公主 都怪朕昨晚喝多了 都怪这月色太美 人更美 酒不醉人 人自醉 色不迷人 人自迷 公主妖怪 那就杀了什么 真让本公主杀了你 朕已经托付了郑年庆了 一旦朕出事 她会立刻送你出宫 你信不信 本公主真会杀你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去 落花有意随流水 流水无心 炼落花 我杀了你 皇上昨夜 无愿受了两分妹妹 我杀了你 你没事吧 只要爱妃不生这么气了 就算被砍了脑袋 朕也心甘情愿 你说什么呢 你是皇帝 龙体怎么能随便受伤 担心朕的身体 爱妃就是原谅朕了 谁说的 我恨死你了 爱妃 这是吃醋了 臣妾不敢 皇上是九五之尊 岂能赞宠一人 作用后宫家里三千才正常 只要皇上偶尔想得起臣妾 臣妾就心满意足了 真是朕的贤妻啊 这等爱妃的肚子有消息了 朕就封你为皇后 皇上 可是臣妾家世平平 父兄官职低危 恐怕朝里朝外的难以辅助 等你哥平乱回来 就坐稳了一品票旗大将军的位置 你父亲嘛 五品圆外侍郎 官职确实低了点 不过 朕一想好了法子提罚他 皇上又终于嫁妇 嗯 那个朱昌 帮着崔老贼 在平乱军的前梁上为难朕 跟朕赌咒发誓 说是谁能搞到银子他就辞职不干了 朕决定 直接录了 你之前不是诅咒发誓说弄不到银子吗 朕决定 户部尚书的位置朕自己干 皇上 你要罢了陈德官 不然呢 留着你这个失位参数的户部尚书吃干饭吗 没能力 就回家抱孩子去 不过来 人呢 今天是 集体迟到了 禀皇上 不是集体迟到 是集体请假了 是不是 皇上 这是百官林业座上的请假调衬 您过过 这个户部尸郎 气死我了 请假的理由 竟然是牙疼 俗话说 牙疼不是病 痛起来还真要命啊 对 你还帮着他说话 不对 这帮混账 是在搞真 好 好 好 皇上今儿 怎么这么早就下朝啊 别提了 那些混账 为了罢除周苍一事 跟朕侍卫 集体请假 催贼把持朝堂多年 皇上想成事恐怕很难 老贼 以为这样就能逼朕放弃了 皇上有法子 这百官集体罢工 朝政瘫痪 何尝不是朕的机会 哎 这天下兮兮 皆未利来 那些身在高位的官员 天天追着崔老贼 屁股后边跑 跟着对着干 而下面多的是削尖脑袋想往上爬的人 朕刚好可以借此机会 提拔一下自己的清醒 哈哈哈哈 官君现在说不定 朕踹桌子摔茶杯发气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该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整这么一处妖蛾子 哈哈 周上初放心 我等齐心协力 定保你官位稳如泰山 多谢相爷 相爷相爷 不好了 皇上叫了大批五批以下的官员 到御书房一室 还当场提拔了十几个人了 莫非昏君是要用这些人取代我的 都不过是一些低级官员 提拔了又如何 昏君不熟悉朝政 很快他就会知难而退 皇上 皇上面前怎么冒冒实实的 老臣刚才去户部提案卷 当案阁的人说 按照规定 皇上要的案卷 需由户部尚书亲自盖章才能调出 臣去刑部叫取案件 刑部的人问臣 要加盖刑部尚书大印的文书 一把混账 朕的口语都不敢听 皇上 这是太祖立下的规矩 各部的机密案卷 必须经过各部尚书同意 有的甚至还要丞相盖印才能调取 为了防止皇帝昏庸 半糊涂时 嘿嘿 这简单呀 朕封认为户部尚书 臣谢皇上赏识 户部管着大钱的钱粮 与其他五部牵扯甚深 臣威望不够 怕是压不住下面那些人 反倒为皇上裹乱哪 难道朕 只能跟那帮乱臣贼子妥协了 绝不 皇上 臣有一个人选 谁 曾经的帝师徐浩然 徐老在士林中的威望 远超崔士安 朝中的官员半数都或多或少 受过徐老的指导 难得的是 徐老在数算上的造诣 也是文明前国 若有徐老担任户部尚书 肯定给崔派狠狠一击 好 那就任用这位老帝师 皇上 请徐老出山 有一桩难事啊 请徐浩然出山有何难事 皇上忘了 三年前 皇上在金鸾殿上 当众让徐老滚 还打了徐老二世他们 啊 这想起来了 当时朕 听信了李贵妃的妖言或语 要见高达百丈的摘星楼 这徐浩然认为朕 劳民伤财 当众大骂朕 昏运无道 徐老虽然不是个小气的 可一代帝师 当众丢了那么大的脸 随后徐家子弟 纷纷退出朝堂 可见徐氏家族 对皇上还是有些怨对的 连子弟都不愿意再做惯 这份恨意 只怕深得很难 诶 朕记得 徐浩然虽是大儒 可沉迷于算术之术 父亲 有个学子弟进来的 说是关于术算之术 请父亲一定要看 现在这些后生 为了引起老夫的注意 真的是越来越不择手段了 罢了 老夫就给这后生一个机会吧 原来是这样算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老夫半年 没想到如此简单 这就完了 这解法呢 快请这个血信的后生进来 徐老师 是 皇上 三年为节 徐老师 身体可好 老朽不过是半截身子 埋进土里的糟了头子 当不起皇上的一生老师 皇上 黄灾肆虐 粮食减产半数 成千上万的百姓 饿死在路边 您不能再修那 劳民伤财的摘兴楼了呀 朕修摘兴楼 那是为了迎接下门的仙女 为百姓祈福 去途病灾 皇上不修德行 如何引来仙人 只怕来的都是妖邪 放肆 你个半截身子埋在土里的糟老头子 你敢忤逆枕 来人 给我拖出去 重打二十大碗 昏君 你早晚你会自食恶鬼呀 昏君 嘿嘿嘿 都怪朕 朕年轻不懂事 不知道徐老的用心良苦 还请 徐老原谅朕吧 皇上的道歉 老朽可不敢当 老朽这小小漏事 也接待不了九五之尊 皇上 还是尽快快离去吧 诶 难道徐老 不想知道这道题的解法吗 皇上会解那道题 谢 是真心的 小小算题 老朽就不劳皇上大驾了 送客 今天真来找徐老 是因为朕发现全国隐匿填图者慎重 而这助助为虐的正是错误的面积计算方法 这是朝政大事 皇上不必跟老朽说 朕记得徐老曾经跟朕说过 前途导致亿万黎民百姓 忙碌一年却还吃不饱肚子 甚至卖儿卖女的根源就是隐匿填图 您还说过若能在有生之年铲除这一弊病 死而无憾 徐老 这您都忘了吗 三年荒唐朕已翻人领悟 决心铲除朝政内外的弊病 可朝廷被奸臣把持日久 朕孤立无援 还望徐老不济出山助朕 皇上果朕决心割除弊病 朕之决心日月可见 此 如此 老朽就再帮皇上一次 父亲不可 您难道忘了金卵殿上的二世大板吗 父亲不可 大公子 大可放心 朕已悔改 二世大板的事 以后绝不会再发生了 草民并非担心皇上 而石家傅脾气 跟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实在当不了官啊 还请徐师傅 再信这一次 皇上放心 老朽既然已经答应了皇上 绝不反悔 父亲 不要再劝 老朽这残驱 活不了几年 如若能够帮百姓做些事 死而无憾 多谢相爷 保住了我的官位 相爷不好了 刚才皇帝下旨 从徐浩然为祸部尚书 好 我 你完了 婚君竟然能请动徐老朵 相爷这下怎么办 徐帝是门声众多 恐怕很快就能帮皇帝 抑住朝局 张兄 南边那儿有消息了吗 刚收到的 成功天赐将军 也在路上 先让婚君蹦打几天 老夫坐等他跪地求我出手的那一人 朕有徐浩然 张管户部 调拨前两个 元庆 您可以放心开拔了 皇上 陈正是来找您说这件事的 陈若不在皇上身边 万一有危险 哎 朕已经画好了图纸 让功夫去制作了 只要朕的狙击莱卡弩做出来 朕将无惧任何此刻 狙击莱卡是何 只要被狙击莱卡锁定的猎物 困难 一百五十步 必死你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神定力气 等做出来你就知道了 不过 你做不了世界上第一个见证 狙击莱卡弩威力的人了 皇上没翻牌子了 哎呀 梁飞吧 毕竟她出了这么大笔钱 朕最近应该多去重重她 还在舔早晨朕留下来的诗词呢 皇上 你又吓成器 谁让朕 不舍得让爱妃跪在又冷又烈的地砖上迎接朕 皇上政务忙完了 哎呀 这政务啊 总是忙不完的 更何况 这朕满脑子都是爱妃的影子 总不能专心啊 啊 皇上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臣妾 岂不是成了祸国的妖妃了 爱妃是朕的妖 但不祸国 那皇上 如果臣妾 就是想祸害皇上 那朕 就等着爱妃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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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妃因为身份原因 朕给不了艾妃正宫皇后的荣耀 但朕心里 最爱的就是艾妃 只要皇上爱臣妾 臣妾就心满意足了 真是朕嫌妻啊 走 朕帮你把那半雀尸补上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彩鞋 此物最相思 原来她给我红豆 是这个意思 公主 您这是爱上前国皇上了吗 如此多彩又多情的俊俏郎君 谁能不爱啊 可公主的志向 不是帮助国主一统天下吗 那都是没尝过秦滋味的虚言妄语 母后如此厉害 父王的半壁江山都是她帮着打下来的 可最终 母后不还是要跪着迎接父王 每每到下雨天 膝盖就疼痛男人 我此生 能得皇上相伴 宠爱有加 还要什么权势啊 只怕国主和皇后 不会让公主安胜留在前部做两回 朕主将军 豫州平乱 七开得胜 臣定不辱命 皇上 您就等臣的好消息吧 皇上 您就等臣的好消息吧 皇上 刚才红楼寺送来的 我 这陈国的天策大将军 来大钱出来 陈国的日子将军来得如此快 几乎是日夜兼程 他是为了良妃的事 多半来者不善呀 陈国的第一大美人 有几个狂热的追求者 正常事 皇上不担心吧 担心什么 怕他要求跟朕单挑吗 不是没可能啊 皇上 前妃娘娘传话 皇上让公布做的东西送来了 终于做出来了 皇上 爱妃 看得明白吗 完全摸不着头绪 刚才送东西的官员 还在跟臣妾抱怨 说皇上做这功不功 努不努对玩意儿干什么 一群老不懂 这自然看不透朕的奥义啊 现代特种临专业狙击来抗你 可一箭射穿七牛的头骨 好几十万亿吧 皇上 这究竟是佛物啊 爱妃 走 朕带你见识见识 使用这神器的威力 爱妃 看见那只鹰了吗 那鹰飞得好高啊 这人能把他射下的 陈妾不信 陈妾虽不善其事 但兄长告诉过陈妾 再厉害的你 能射到的活物 不过七十五以内 那鹰鹰至少在百步以外 这怎么可能 爱妃 看好了 嘿嘿嘿 这怎么可能 爱妃 见识到朕这把神器的威力了吧 兄长之前还跟陈妾说过 担心皇上身边没有高手保护 如今有了这神物 臣妾 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等徐帝师揪涉那帮贪污的助手 就要用这把弩 当众射穿他们的脑袋 一剑向游 相依 我们又有两位同僚被带走沉闷 我们真的要继续请假吗 听说被带走的人 都遭受了重刑 万一他们招出什么 牵涉到我等 可怎么办 昏君和徐老头现在玩的不过 要是飘山阵舞 你们不要乱的阵枪 成国的天侧将军 很快就会到达洛亚 等昏君的好日子到头了 再去吧 皇上 老陈已把今年的账本整理完毕 把卫生拆了 老陈已把今年的账本整理完毕 给人查 仔细地查 那些趴在百姓身上 喝血吃肉的肚主 那个都别给我放过 皇上 坐好了 陈国人打倒了进军守卫 冲进来了 我们拦不住 你不怕 你就是陈国的天策将军 谢君雷 你认识布将军 早就接到押回来的消息 朕不会先看画像 能认个脸熟啊 谢将军 蛮横闯入御书房 所为何事啊 把我三公主还回来 还回来 贵国的三公主 是自愿嫁给朕为妃子的 何谈一个还字 不可能 三公主 是我大臣 唯一的嫡公主 财貌出众 怎么可能心甘情愿 嫁给你这个 名声狼藉的草包婚姻 反正现在陈梦涵 已经是朕的人了 谁要还回去 不可能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啊 谢亲雷 见了皇上 为何不下跪 你个草包婚君 有什么资格 让我天子的将军下跪啊 你们都拦不住他 对不起 婚君你胆子不小啊 信不信 我现在就把你偷 你停下来 谢将军 你可是奉命来挑起两国大战的吗 不是 那还在地上国书 可惜这蛮牛还没完全失去理智 否则 就让这蛮牛常常是狙击莱卡努的威力 这刚文斗完又武斗 是不是你们成国不赢就会一直贫下去呢 反正啊 把三公主给我还过来 要么继续比武 那就比 他娘的 朕正好想拿回扬州 有胆量 不过 本将军要加赌注 三举两胜 前国要是输了 你 前国皇帝赵宇 当我大臣 当最低尖的奴隶 给三公主洗脚 大胆狂徒 敢侮辱我国皇上 赵宇 敢不敢议下 和本将的赌云 你 不配合朕对赌 不过 看在梁妃的废话 朕 应下了 臣妾听闻 皇上答应若赌输了 去成国为奴 皇上怎么能答应如此无际的赌约呢 好爱飞 吃醋了 都什么时候了 臣妾哪敢吃醋 臣妾是担心皇上 那谢金雷身经百战 皮超肉厚的 可皇上呢 就只有一把弩 那是你没见识到 这狙击莱卡鲁真正的威力 再说了 这 可不止一把弩 皇上 探子来报 陈恋时 谢金雷竟然三拳打死了一头成年豹子 您派去试探谢金雷的二十个隐位 一起为殴 虽然没讨到半分便宜 还被打成重伤 这套蛮牛挺厉害的 这陈国第一勇士的陈昊 果然名不虚传的 若是袁庆在霍克一战 可是他回不来呀 这三局两胜的比之 另外一场的人选 确实有心吧 皇上 张商书求见 这帮乱臣贼子还挺会见不插针的 传 传 张商书请见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终于出乱了 国家危难时机 成就是病死 不敢再窝在家中 乘此番来 这位解决与陈国比武人选的难题 哦 城西郊外住着一位影者 武艺高声莫者 少年成名 江湖人称奪命书生 与崔丞相颇有些交情 崔丞相已经派人去请那位影者 这听起来不错 那另一个人呢 你真不敢说 说吧 禀皇上 另外一个人选 非连续三届武创元 崔大公子 崔靠莫胡 娘的又想从朕手里捞人 看来不弄死崔小贼 这些人永远不会消停 那就让崔昊带去上海 皇上圣饼 皇上 您可不能纵口灰山哪 放心吧 就此 这一度让他死 周杰 儿子 以为这次死定了 你是我崔神安的儿子 我怎么可能让你死 伤势怎么样了 咱们的人 每天都要给儿子送药 个狗黄顶着 把子打得太狠 儿子 只恢复了七八成 他 和是谢经雷的推手 放心 维护已经和谢经雷商量好了 明天你上场打第一局 他会故意输给第二局和第三局 他才会下狠手搬回来 那听说 陈国皇后 有意将沉默团 适配给谢经雷 会被婚军发展 明日 谢经雷会不会挑战婚军 夺妻之恨 你说呢 面对谢经雷的挑战 婚军只有两条路 要么上位台 被谢经雷三拳打成肉鱼 要么就下队给老夫求饶 哈哈哈哈哈哈 文将军加油 文将军没有 秦国人 谁打第一局 进军统领 吹号应战 文将军在城国时听说过你 曾经蝉联三级武装员 到时勾四哥和文将军一战 将军 1 3 7 4 崔统领厉害 崔统领� Node 看样子 崔统领浪野 这 城国第一勇士 也不是咋的吗 哈哈哈哈 这也他娘的放水也太严重了吧 当老子演瞎吗 谢经雷要是输的第一局 后面两场必然会拼命 不行 朕不能便宜了崔小贼 爱妃 这听闻谢金雷曾是爱妃的未婚夫 那都是母后的一厢情愿 爱妃不喜欢谢金雷吗 我看她长得也不错 一身剑子肉 谁会喜欢 一头蛮牛 原来爱妃喜欢朕这样又帅 又有才气的呀 老实交代 是不是第一次见到朕 就喜欢上朕呢 才不是呢 第一次见到皇上 我只觉得 皇上 皇上是什么 皇上 你还我三国主来 不好 谢金雷被激怒了 谢将军 别忘了你和我父亲的约定 是他娘的约定 千国人都该死了 是 谢将军快快住手 快拦住崔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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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军 下一个轮到你了 狗皇帝 白山 皇上 不可啊 谢金雷士气震盛了 皇上 最好避其功吗 谢将军的要求 朕不能成全 我大前武艺高强者众多 还轮不到朕上场 躲命书生 赶你上场了 皇上 躲命书生心急发作 晕了 晕 晕了 这 这么强吗 混军 你还死老夫的儿子 老夫要你偿命 混军 快快一战 娘子 不靠不住 还给朕一个人来 既然你想死 那朕就成全了你 皇上 去不得呀 要不 臣去吧 就算打 朕后 皇上都费心心思 跟陈国皇帝周旋 实在不行 就多个两座城 反正皇上 万能不能去陈国受辱啊 有朕在 大前寸土不让 大前更不会输 此战 朕必胜 皇上 梁妃妹妹 请相信皇上 我的印记 满流 让你尝尝 这两千年后的 防篮喷雾 这怎么可能 防篮喷雾是什么 闻所未闻啊 妹妹别急 这是皇上自治的 防篮喷雾 听说 我出席之胜的笑话 这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便衣 朕不怕你 以为这些奇音技巧 就能活灭 敢敲我的女人 我要把你吹成肉泥 你 同样的招 本将军不会再上当了 让你长长镇的 超级无敌辣椒粉 狗狗 我杀了你 慢牛 今天朕就难你 真是神器开刃 皇上把谢建林杀死了 大千赢了 大千赢了呀 大千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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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赢了 看着 威不威猛呀 全天下最有猛的教授皇上 嘿嘿嘿 良妃妹妹 殊死向耶伯 不是朕死 就是他亡 爱妃 你能理解什么 臣妾明白 只是想起一切 而是过往 又将人少了 这将军百战死 谢将军能死在大千的比武擂台上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表哥 我已经嫁给了皇上 就只能万事以贪为重 对不住了 大千赢了 大千赢了呀 好 谢将军心来被封城杀了 谢将军心来被封城杀了 相爷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的 儿死好惨 相爷 杀了朕炳廷 任元清和朕炳廷兄妹情深 若是知道家没出事 定然心神大乱 前夕天 公军把宫里的老人全换了 我们的人现在竟然内宫了 让李贵妃去办成医生 我的好儿死得好惨啊 杀了朕炳廷 真好下去陪葬 海妃 朕今晚很高兴 拿酒来 朕还要喝 皇上 嗯 怎么是你 贤妃呢 皇上 为何你的心里只有贤妃妹妹 皇上 你都多久没有去过臣妾的宫里了 几个晚 就要臣妾来伺候皇上吧 啊 哎 快开 皇上 你这 皇上 你对臣妾的心好狠哪 对 打败了陈国 收复了扬州 进暖殿设宴庆祝 也不叫臣妾 臣妾 就这么让皇上讨厌吗 哎 皇上 皇上 救救贤妃娘娘 进来 皇上 说 刚才贤妃娘娘去月山坊 为皇上主行救她 路上偶遇贵妃娘娘 撞了贵妃娘娘一下 贵妃娘娘下令 把贤妃娘娘带去月花宫 罚贵遗嘱香以示惩戒 奴婢在月花宫外等了半个时辰 也不见贤妃娘娘出来 你问 幼儿宫的人说 根本没看见贤妃娘娘 怕人哪 皇上 臣妾嫉妒您专宠她 一直失了心 才打算想想贤妃妹妹 可是我又怕您怪罪于我 就下令放了她 后来贤妃妹妹吃了娜 她长了双腿 臣妾 臣妾也不知道呀 上次真假皇帝之后 都一直缩着不出来 今晚会在朕面前 搔手弄姿的 试图反常必有妖 说 人在哪儿 皇上 臣妾真的不知道呀 是 来人 把这个毒妇给我拖出去 狠狠地打 不要 拖下去 不要 皇上 皇上 臣妾是冤枉的 这毒妇被打成这样还不着 看来平平真主事 说还是不说 臣妾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个冤枉的 朕听说 人生前被刮花了 死后投胎 会变成丑八卦 皇上 不要狂化我的脸 皇上 你不要做丑八卦 皇上 你在养心殿 皇上 皇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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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在 皇上又是知道 饶不饶你 皇上将和贵妃娘娘 消养的 倒贵妃娘娘 重获新成 哪会记得你 你 拖出去 砍了 平婷 她正来救你了 皇上 春天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别怕 别怕 有胜宰 谁都不能伤害你 皇上 朕现在就下着你组为皇后 以后 谁都不能让你受委屈了 皇上 别怕 假発 住位春宫 还有片吗 曾有委屈 皇后 来大前国母 当逆贵逆行 贤妃娘娘家世不鞋 入宫一年 更为 Ven怀子次 利她为后 得不配慰 皇上 现皇上 此目为前映 谁说贤妃娘娘家世不鞋 贤妃娘娘的父亲 如果是个uer 小寢 还是刚 technologies 政绩全服 后宫诸匪随便领一个 供贤妃娘娘家世起不贺 可她有个好逆父 原庆未曾立功 臣又刚生侍郎 贤妃娘娘家世平平 立后之势恐怕不成 后宫位分之争 牵连着前朝多多的利益 有人反对 只因怕动了他们的利益 老臣有个法子 可谓皇上解忧 只是她委屈了贤妃娘娘 什么法子 任老臣做义父 这样一来 老臣曾教导过的官员 就不会反对 这个法子好了 就在今早 老臣将贤妃娘娘 收作了义女 徐浩然 二品户部尚书 一代帝师 门声遍故朝野 德高望重 贤妃娘娘有这样的义父 而等如何 神父戴头立贤妃为后 就这么说定了 赞朝 张少叔 这些皇上得了越来越多了 故宫也被皇上捂在手里 我等日后怎么办呀 走 你去神乡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一起爱 老夫坚心培养浩儿二十多年 寄予厚望 如今却白发人送黑发人 还死的那样凄惨 你让老夫如何节哀 郑平婷死了吗 贝贝失败了 被皇上打败死 已经自尽身亡 走朝时了 皇上不顾我等反对 夏日侧逆 郑平婷为皇后 哥够皇帝 老夫在伴三十 他却欢欢喜喜立皇后 朝鲁越来越多 倒戈之首皇上 今天我们的人 又被带走三个 继续下去 我们的羽翼 都要被显出干净 已经入冬了 飞蛮子应该有动静 好 爱飞今天真漂亮 不过是换了身衣服 哪有那么大病话 爱飞 你这就不懂了 人都说女人有千面 换一身衣裳就是一面 所以说女人的衣柜 永远缺一件新衣裳 这话 成妾怎么没人说过 朕刚刚说的呀 皇上又不存心 朕是看你太过拘谨 才说笑逗你 朕立你为后 是因为你贤良淑德 可谓天下女子之表率 你无需自亲自荐的 皇上对群蟹之脑 是朕的妻子 朕不疼你 疼谁呀 是朕",朕不疼你 爱飞 却冲消一课值千金 咱们 就别光摸嘴皮子了 皇上 皇上 皇上不好了 你他想的最好有十万伙计的事 张国长求见 父亲这么晚进过 肯定是有天大的事 隐身了 先睡吧 你说什么 荣宗人打过来了 苏州镇守将传来英心 北蛮子正在集结兵马 似乎要扣关 今年中原天灾贫乏 北蛮子也不好过 黄灾肆虐 饿死了好几万人 如果北蛮子果真扣关 大前将遭遇二十年来最严重的兵货 北方可有兵马抵御 倒是有十万西北湿边军 快要去四国镇 西北湿边大将军姓崔 崔老贼的人 崔昊死得那么惨 崔石安不可能让皇上用他的兵货 湿边军向来有吃空想的恶习 上报给朝廷的说是十万人 实际上有五六万人就不错 这北蛮子有十万铁骑 就是西北湿边军打过去 打不赢 那这只能看北蛮子破关杀人 北蛮子每隔两年就来围苏州镇 他们不真打就是为了要和谈 这一次也一样 那就和谈皇上以前不理朝政不知道啊 北蛮子每次来和谈我们大钱都挖下一层皮啊 他们都要什么 最少的一次 百银五百万两两百万担卷万匹啊 那这娘的还不如干一战 这北蛮子当我大钱是散财童子吗 可咱们他不行啊 反正要钱没有 要钱更不可能 就算有 朕宁可去喂狗 欲州战乱未平 如果北方再起兵货 这洛阳恐怕有城坡的危险 皇上 大局就和谈吧 钱粮是死的 人是活的 朕宁可 打就打 哪怕朕死在这场上 你不做这种窝囊的事 皇上 这天都快亮了 您去休息一会吧 朕宁可 朕宁可 这北戎使团马上就要来了 朕必须想出应对的法子 皇上画的是什么 能对付北蛮子的东西 朕宁可 你去搞出来了 老女搞出来了 皇上 老陈的话 您一定要记在心上 大前经不起战乱 也没有钱和粮食打仗 人已是风平浪静 和北蛮子谈得怎么样 想去放弃 这次被文字捣着狮子大开口 狗帮你要是答应 又要脱警 外面就会以后撑手当后手 他要是拒绝 你没看到徐航然 在小王的耳边 击鼓个不停吗 他不会拒绝的 等乱王四起 偷死个话 行李就可以名胜名胜 当上换蛋了 当时 你就是新朝最大的功臣 北戎使者明见 哈尔大建国陛下 这北戎可汉派你们来干什么 何谈或者下战书 朕还从没听说过哪个国家 这把兵马都摆在城门口了 还怕使者千里下战书的 陛下这是怀疑我们北戎 开战的决心吗 大欠士兵收入不堪 就算城墙高大坚固又能如何 用不了三天 我北戎铁骑踏破苏州城城城墙 到时候施横边叶 雪柳城河 帮上 北戎想要什么 这才是入国该有的态度 一 派公主和亲 二 个让宿主针 三 大欠每年向北戎 公纳 白饮千万两 两 五百万单 专补百万匹 大欠一年的付税 才三千万两 这纳公主要去掉一半 我们还怎么活呀 这点条件都满足不了 就算是开战吧 你要就打 陛下说什么 你们给我听好了 只要朕还活着一天 前国的女人 更不降丸子 前国的城池 寸主不让 前国的粮食 朕哪怕去喂狗 也不给你们北戎 继续 哈哈哈哈 陛下这是不知道 我们北戎战士的厉害吧 才敢如此大方厥词 还在乳毛阴血的门 这怎么好去 魂军 我给你太剑你不下 今天我就让你驾驶一下 北戎战士的厉害 皇上 不可呀 皇上 哈达尔三岁土狼 你击碎手势黑熊 你你打不过他 你却有两把刷子呀 不过在这里 根本不够看 哈达 哈达 兄弟 时代变了 哈达在北戎 从来没败过 我不跟他 你手里拿什么东西 朕的神器 岂是你这等野人能随便乱摸的 现在 轮到你了 别杀我 我是大汉的同胞兄弟 如果今天放了我性命 我便请求大汉车兵 那我就留你一条狗命了 回去告诉你们大汉的人 他敢杀我前国一条狗 朕就图他一座布鲁 敢杀我前国一个人 朕就灭了北戎 好 好 我现在就回去传信 让大汉车兵 就这 还敢跟这一一五鹤六的要钱一样 我没看错吧 被蛮子跑了 是了 你没看错 两个被蛮子 一个被华上干掉 另外一个下跑了 大姐赢了 赢了 赢了 平蛮子将就成败了 这 这次看我不弄死你 皇上 您就是用这把神兵 把那些被勇使者打得屁滚尿流 爱飞 想不想见识见识人 我这神器的威力啊 想 来 拿着 瞧你这小胆 神仙拿比得上皇上 皇上英勇生武 满朝文武都主张和谈 救皇上毅然开战 神仙虽然没有亲眼所见 可听父亲描述当时的情形 也是吓出一声冷啊 阿飞 怕什么 这有那么多宝贝 怎么会输呢 来 我们来为皇上的英勇神武 干杯 再来 夜深了 皇上有良妃妹妹伺候 臣妻 那边就先回准备了 那边就先回凤凤了 为什么会 今天真高兴 你们俩了 谁都不懂 皇上 这夜深了 该酒气有多 哎呦 皇上 皇上 急爆啊 你 为什么每次这个时候坏老子好事 全国人都猖猖 什么 超级大将军 你也被全国人给围 别急 等着 去问岳峰 你也怎么样 这好好的 陈国怎么向三大前动兵了 听说谢金雷的尸体送回建康 陈国王后震怒 扬言要为侄儿报仇 我们大前派去接收扬州的官员 也被陈国抓了 这不明白这赖招 陈国横行霸道惯了 自然不愿意把吃进去了再吐出来 元庆呢 元庆那边又是怎么回事 郑将军平乱已接近尾声 匪首逃跑 郑将军带兵追至江边 恰好和岳江尔过的陈国人撞上 郑将军只带了几百人 不敢应拼 于是就退回了山谷 元庆啊 应该没带走粮草吧 哎呀 臭小子掉以轻心 只带了三天的扣粮 这陈国把人围住 却没下杀手 应该有所图吧 全国暂时没有把国书递过来 万幸 臭小子将大军安排妥当 如今前臣两国的大军啊 正搁着淮水对质呢 皇上 朝廷得救郑将军啊 元庆是朕的小舅子 平浪有功当然得救 臣 谢皇上 这陈国屁都不放一个 就把人给我围住 这朕 也不知道怎么救 陈国这样做 无外乎两点 一是心里没底 他们在观望咱们大前的反应 二是 有更大的图谋 在拖延时间 有没有救人的办法 陈国人 把那山谷围得跟铁桶一样 苍蝇都飞不进去 臣娘的 这群人 怎么就见不得 正过一天好日子呢 不然传音信 让元庆他主动训国 道歉 绝不能因为他 向陈国退让啊 向于这一招截刀杀人 那怎么妙啊 小皇帝若是要救正元庆 就得给车锅妥协 付出惨动的代价 之前他那些什么寸土不让 颗粒不给的豪言壮语 都会成为笑话 他要是不救 这个家必然因死 和他一心 等一次断一闭 我们还能做得更绝 告诉我们的人 明日造朝 逼狗皇帝下令 让你朕元庆自闻殉国 听闻郑将军被岑国困死在山谷中 皇上想算如何救人 讲上说可有好办法 山谷被围成铁桶般 挣扎不入 水泼不净 强行救人根本不可 嗯 也许 陈国扭至郑将军 必然图谋甚 未免陈国狮子大开口 陈提议 郑将军自信 混乱 承继的皇上说过 前国的城池 串土不让 钱粮纵有 也不会给敌款 皇上 莫非都忘了 皇上 请皇上以大前设计为重 下令让郑元庆自闻 这才多大的困难 就要功臣自闻 救这点能耐 莫非 皇上有救人的办法 朕就知道崔丞相没能耐救人 朕都懒得问 那 臣就坐等皇上 大欠神威了 皇上 郑将军救出来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陈国人层层把手 朕将雨不能飞天顿地啊 丞相啊 丞相啊 这郑将军虽不能飞天顿地 但朕 可以让他潜水啊 来人 把朕的潜水符抬上来 潜水符 从水里游出来 这狗黄蹄是真是白人做梦 还是真是有妙法 这郑将军 只带了几百兵马 这围他却有数万之众 这围天不成 镇地也不行 快 给朕拿地图来 郑月 郑将军 是在这里对吗 对 这儿 是淮水江 就在山谷下面对吗 是江湖家 可是没有船哪 就算有船开过去了 如果被陈国的兵马用弓箭 都会射成筛子的 谁说朕让他们坐船了 我的好岳父 你有没有听说过潜水符 这潜水符 这潜水符 加上氧气瓶 能让人 在水下数十米自由活动 有了他 这三百将士 就可以自由自在地 从淮水江上游下 抗命令 让工匠们随时待命 小皇帝现在越来越厉害 相爷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觉没觉得 小皇帝自从死而复生 就大变样了 相爷怀疑 小皇帝是其他人冒充的 自从小皇帝死而复生之前 工里都是本相的人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在本相的眼皮子底下玩调宝 难道小皇帝死过一回 有了什么奇遇 我听说 人半死不活时 能看到仙人 不可能 他那个荒庸无道的昏君 怎么可能有仙人点拨 仙人都是瞎子吗 反正本相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他那些奇迹赢巧 多半都是郑约交谈 郑家早些年曾经做过海冒生意 可能是海外的商人 送给他什么奇书 可能吧 本相也知道用什么办法 对付小皇帝的奇迹赢巧了 速速把万里加急 送去成果 多可以皇上奇思妙想 臣妾兄长才能逃出神田 就光用嘴感谢 皇上为了兄长的事 彻夜未免 不如 臣妾服侍皇上就请吧 真贴心 今晚不会有人打扰朕了吧 皇上奇报 我操 看来皇上 你还不能相信 又发生什么天大的事了 成果下来国书 说要和大前再比 他娘的 又别 看来 是梁夫妹妹的兴起作用吧 成果接到我大前的神兵力气 不敢动 又不想归宽阳 就用这种耍来的手段 喂 这这这这这 这次又比什么呀 你皇上 斗师 斗师 你 去告诉徐尚书 说斗师的事 朕已经知道了 让他安心回去休息 你 皇上就不怕 扬州就是因为斗师输给成果的 朕 是 做施的笔子 朕会输 今晚 要再有人打扰朕 杀不杀 皇上 这几天 小皇帝的反应如何 小皇帝根本没把斗师的事情放在心上 白天同徐浩让人等 查贪腐 抄家搜集证据 晚上名姓皇后和梁妃 夜夜到很晚 养星殿才熄灯 这样好啊 等到成果使团来了 把昏君个措手不及 这是什么 这是老臣为皇上与成果斗师准备的资料 皇上天资聪颖 今晚临时抱一抱佛酒 应该是够了 这么多书 朕今晚还睡不睡了 皇上你们信身体好 偶尔熬一宿啊 没事的 皇上 这次成果斗师 应该派来大师级别的人物 不好对付 他没有大师啊 这 就是大师的祖师爷 这政务忙完了 朕要回后宫了 这梁妃还等着朕一起用完事 徐浩 这该如何是好吧 把一些擅长狮子则副的人叫来 多写一些诗词 死马当活马医吧 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国神算子 冯朗 他就是 手上多边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的冯蒜族 这么多人 指纹七人 却引起一心沉迷书分之说 足不舒服 无缘得见 斗师而已 陈国派来算死了 哦 我国皇帝说了 要比就比大的 一作诗 二比算 三斗书 让全国彻底输得心服口服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小皇帝这些奇迹营强 将不堪一击 相见经历 比这么多 总该有点土处吧 除去扬州 还要加上青州 豫州 白银三千万两 搞这么大 行了 那这就赔你们哪里 皇上 豫州 如果被陈国夺去的话 那洛阳威夷 皇上 不可呀 徐师傅也精通算术之父 八十八 老臣 远不及那冯蒜 老臣在 夸个屁 皇上 不能答应啊 混军 这分明是必说的比试 你真要亡国啊 赌云以诚 牵笔什么 做诗 杜师傅你先来 有什么压箱底的名师全给朕抛出来 我堂当事先 还让你黄狗小儿气啊 说出去 岂不被戳几两股吗 老头 既然你不领情 那就别怪朕不给你们开口的机会 拿酒来 大江东去 浩浩济千古风流人物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贴 多行音效果 早生华发 一尊环泪将 好 老夫疗发少年狂 左谦黄右秦仓 会晚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 射天狼 好 杜龙 你怎么找他这自己 这句词 确实写得不错 写那么快 多半是四千准备好的吧 事先准备 来人 继续上酒 好 我叫虚名 迎头威力 散来不试干芒 江南好 千钟没酒 一曲满亭方 炒 日照江湖 生紫烟 遥看瀑布 晃天穿 飞流直下 三千尺 一世银河 落 此 天 好啊 醉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角连营 了却君王天下是 赢得生前 身后缘 可怜 百船 胜 花间亦途酒 都隔无相亲 两岸云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 万重山 大漠孤烟 千尺 长河 若日 长风破浪 惠有时 枝挂云帆济沧海 相见石南 别亦难 东风无力 百花残 春残到死 思方尽 蜡锯成灰 泪是肝 脖子横刀 向天笑 去留肝胆 两坤轮 生 当作人铁 死 亦为鬼穷 黄沙百战 穿青甲 不破牢篮 终不还 杜世仙 购福 好 老夫认输了 杜龙 您还没做事怎么就认输了 杜世仙 朕就问你 好不好 你一下子说了那么多 计计都是加醉 老夫惭愧啊 嘿嘿 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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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这答案对吧 对 继续出去 甲乙两人落城而行 甲每个师辰行八里 乙每个师辰行六里 两人同一时间 从同一地点位下出发 一遇到甲后 再行两个师辰回到原出发点 问乙落城一周 需要多久时间 这下可不难死你们 乙绕城一周 需要三个半十 这个又算对了 冲扇子 你出的题 振十岁就已经会算了 这 这都不可能 那现在 可该振出去 听好了 有一扇形甲乙饼 叫一甲饼是直角丁 是甲乙的终点 乌是圆乎乙饼的终点 连接丁雾丁饼 甲饼的长度为两尺 问不规则图形 丁雾饼面积是多少 好 皇上会算这类题 小菜一碟 求老师教学这 冲老 你怎么有钱 我皇上老师来 老夫毕生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却始终不得其门 你 我一边去 别防老夫 来 这来教你怎么算 解这类面积题 关键 再一个叫圆周率的常数 万不得老夫一直成立 求老师不弃 搜下学生 冲老 你是成果人 算术无国界 老夫一生追求高升算术之法 不许加入大前 做前果的 第三局 皇上又赢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哎呦 没做梦 我们不仅拿回了扬州城 还赌得京香两地 还有白银 三千万两 无王万岁 求公主救我等性命 李世世清了国书 本宫也无能美 大不了你死谢罪 老夫能在有生之年 见识到圆周率这个东西 死了 朕可救而等性命 皇上 你怎么来了 哎呀 朕敬重杜世贤和红蒜子的人品 故人 还好为何去美死 这是朕连夜写的前诗三百首还有书贴 有了这两个东西啊 陈国皇上和皇后应该就输的 心服口 谢陛下 呀 陈国比试虽然是输了 但是朕固念与梁妃的夫妻感情 再给陈国一次机会 多谢皇上 哎 朕 每日会去国子间讲一个时辰 陈国每年可派百名学子来听 他日 陈国若觉得有能力挑战朕 朕 随时欢迎 陈国使团营业出城了 听闻一个个都欢欢喜喜的 狗毛利真他娘的火手把能行 向爷 尹未把兵墓留上住的家超了 罪名 太末军良 太末军良也有我的份 向爷救我 你是本相的左膀右臂 本相不会坐视不理的 可他们该用的手段都用了 狗皇帝非但没被这么恶 羽翼反而还有更丰满的 无穷必见 只能出杀手锏了 你现在就去兵部 悄悄换房 把西北戎边军调回洛阳 向爷要发动兵电 向爷要兵电 事到如今唯有夺命 这西北戎边军有异动 老陈有个学生在兵部做园外郎 他说这三天来兵部悄悄换房 将西北戎边军调入了洛阳 你娘的 这崔老贼这是想造反 奸继一次次被皇上摧毁 这崔贼是要狗急跳墙了 别信了 他还有多久班师回朝 臭小子来信说暴乱是贫了 他怕陈国交割扬州和京乡两地再耍赖 就由他带兵震舍 他会顺利一些 这事关疆土 告诉严谨 不用让他着急回 回朝 今天怎么这么冷 冷吗 陈没觉得呀 这一书房摆足了探盆 这老陈和郑市长虽然年迈 这尚且穿了官服就够了 皇上年纪轻轻 这怎么 皇上 您是不是发热了 哎 好像真有点烫 快传太医 下人 大喜大喜啊 小皇帝等厉急啦 消息可靠吗 王太医亲自诊断的 小皇帝一会热 干了好几床棉被啊 还是不停打摆子 王太医说啊 小皇帝的干脾肾肾 都出现了衰肉的征肠 快死啦 本相就说那个婚君不是个有福的 现在他好不为保住的江山 就要给老夫坐下骑程了 恭喜项羽 你去告诉城外的人 再过个两三天 确定小皇帝病故高荒 徐浩然等人惶惶不安时 再动手 是 皇上 你倒是醒醒了皇上 皇上 徐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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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谁在追你啊皇上 一个穿白宝 一个穿黑衣 徐浩然 徐浩然 你是黑白无常啊 完了 全完了呀 皇上你想想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已经是醒醒了 时机到了 你去城外调兵进城 城门手兵若有反抗之力 杀无声 是 是 好 今夜为父就能为你报仇血恨了 为父要一刀刀刮了那昏君 用他的鲜血 为朕的龙桃尊寺 两位娘娘 皇上已经不行了 还是抓紧准备丧命 谁说皇上不死了 皇上他神勇无敌 被蛮子都被他打跑了 皇上只不过是得你灭情 怎么就不行了 儿子再死 你 想要胡言乱语 皇上 你 你呵呵要求好了皇上 娘娘够了 这样只在折磨皇上而已 就让皇上 安心地去 恩 回事案 特来送大前皇帝 明日并天 大胆推陈 你 你带兵闯进养心殿 你要干什么 徐老头 你耳朵有毛病吧 我是来送皇上归天的 你要造反 对 老夫就是烦了 整个洛阳城都是老夫的兵马 儿等不想死的 就赶紧投墙 温君 你的死期到了 不能伤害皇上 找死 瞧瞧 这就是小皇上身边的忠臣 哈哈哈哈 在老夫的屠刀下下了屁滚尿流 哈哈哈哈 受死吧 阿神 阿神 你会死的 还是皇后娘娘是食物 本正弄死昏君 震登机 仍旧立你为皇后 哈哈哈哈 你无耻 等老夫杀了这个狗贼 再告诉你什么叫无耻 好 爹这就为你报仇血恨啊 啊 啊 不是他 不许动 不然我杀了他 滚 崔贼 外面五百功能手随时带兵 个个以一当百 你跑不掉了 看你啊 热死老子了 你 你不是多了瘧疾 避入膏肓了吗 什么瘧疾 这区区的重感冒而已 朕早就研发出了治疗的药品 两例下去 嘿 真好厉害 至于这 演戏装病 不过就是为了让你进攻造反 不可 根本就没有治愈瘧疾的药物 你爱心不知能 朕败了 白了又是吗 你休想侮辱症 乱臣贼子 也敢乘朕 想死的 没那么容易 传绝 崔世安张云天 谋反 最大恶劫 车列于是 以警校友 我的 我的 让你啊 我放下去 皇上 恭喜皇上 终于抑制 终于塑清了朝堂的坚念 皇上 可要沐浴更衣 嘿嘿 快快安排 这有些药品铁 很会 廿 花生 哎呀 酱掌天下犬 最弱门型 穿越回古代的日子 真是快樂似神仙了 嘿嘿嘿